Jack Taylor All-Star是百年球鞋品牌宽威的第一个系列,也是经典系列,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款球鞋的全名,大家叫它小布鞋,而有些就叫它做All-Star。 甚至好多拥有这款球鞋的人都没有留意logo上的小字,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,而这款球鞋本身的设计就超越了所有。 甚至品牌本身,这款球鞋的出现、进化及改变,完全反映了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演变。 这款鞋的推出,是为运动者提供的。 1922年,篮球员Chuck Taylor要求匡威做出更舒适的篮球鞋,跟品牌一起设计球鞋的内部结构。 这也是第一对与名人联名的球鞋。 Chuck不仅是一名运动员,他也是一名非常厉害的推广者。 他将这款球鞋带进了篮球界。 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战时,这款鞋成为了美军士兵的练习军鞋。 60年代的时候,九成的专业篮球员都是穿这款鞋的。 但到了70年代,市场多了很多其他的选择,多数篮球员也开始穿其他的品牌。 但在这时,年轻人们爱上了宽威的这款鞋,并将它视为亚文化的一种象征。 嘻哈人,板仔,摇滚歌手,都穿它。 不知为何,当初是美军军鞋的它,在那个时候会成为年轻人的一个象征。 但不能不承认的是,今天,这款球鞋已经变成了潮流重要的一部分,一款有着自己的文化与故事的球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